台湾难道真的要变乌克兰吗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军计划增加部署在台湾的部队 在几个月内派一到两百人到台湾 比起一年前的三十人暴增三到四倍 涉及几十年来最大规模部署 更有美军官员说扩大训练计划好几个月 还低调帮国军训练要阻止大陆入侵 美国如此大动作 难道是推估台湾真的要完蛋 这个讯息来自他美方的媒体 他这个怎么样获得我不太清楚 我们跟美方之间的一个交流 一直没有停过 有些武器装备的获得从里面来 势必会有些人过来 跟我们交这个装备什么用 但是目前没有驻军的问题 甚至有潜力委报夏威夷一场论坛 题目竟然是台湾沦陷后的事件 难道台湾真的要被毁灭 他每一个状况设定的 都看他这个他所考量的第一可能行动 我们设想到的都有可能 但我们不要那么紧张 美国众议院美洲问题特别委员会 主席盖拉格上周密访台湾 除了透露麦卡锡将在明年 台湾总统大选后访台 还说希望今年夏天 在台湾开台海安全听证会 蓝球炮轰 蔡政府若真让美国在台湾开听证会 中华民国还有主权吗 要在我们的领土上行使他们相关主权的行为 对我们国家的不尊重 美国的警察可以到中华民国领土上来做抓捕犯人的行为吗 真的中华民国的政府愿意做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情 美中角力大战两岸兵充战危 日本智库进行台海危机兵器推演 模拟美日露台军推 结果美日台将付出严重代价惨胜共军 从美国到日本不断释出台湾危险的讯息 就怕全世界只剩我们的执政者 受不到毁灭危机 记得江振美李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来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